我当时给警方说 就是说我的母亲患有心脏病 也曾经做过手术 也不能长期的去站立 或者是做一些激烈的运动 希望就是说警方能多多关照 不要太过于逼迫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我说的这些话 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的本能 就说一个孩子对自己母亲的一个呵护爱护 跟就说我自己也是比较觉得 感觉自己也是比较无能为力 因为毕竟如果我要回去的话 我估计我们一家人都会被抓起来 还是就说送进集中营 所以说本着这个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的这个道理吧 就是说我跟我的父亲就是很下心 没有回去 因为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在这边 就可以让我的母亲 就是说通过一些求助呀 申诉可以让我母亲回来 刚开始呢 我们只是觉得最多也就一两个月 会让我的母亲参加这个学习集中营 政治学习集中营 但是没想到经过我跟我父亲那次跟警察沟通以后呢 他们就说我跟我的父亲思想有问题 就把我的母亲彻底送进了封闭式的这个监狱里吧 就是集中营监狱里 断绝了一切的外在的联系 所以说已经过了 所以说我跟我的父亲呢 就是说也是比较后悔吧 当时也不应该打这个电话 从我母亲被关押 就是彻底封闭式关押 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一年零两个月 就是说一直没有